只说了两个字 之后不管怎么问 翁启会妻子刘应里就是不回答 铁了心不说 看来是早有准备 等翁启会离开后 迟了十分钟才从公务门走出来 白衣男子立刻冲上去 刘应里被追问 神情紧张夹带无奈 甚至还自动更换路线冲到另一边 刘应里一出来就被一群人围兽来护送 他被挡在最前方 一旁就是中演员人员 后方穿西装 一次是私家保全 最后面连送机保全和内勤 都一起护送他上计程车 被层层保护不止在台湾 在搭机时也同样有西装男子 登机时紧跟在旁 态度相当强硬 隔绝任何人干扰翁启会夫妻 他只说这是他的工作 身旁还有一名女子 云以为是翁启会女儿翁玉秀 但他否认 我不是跟你保证 我要不要靠我身份证 我弄吧 刘应里之后直接搭车回到住处 身旁也紧跟着一男一女 翁启会的妻子刘应里一路闪躲 他开往戏纸山区的住家 他先从旁边的社区往后绕 再绕到他的住处研究院 相当严谨 绝口不提翁启会 不过好巧不巧 他开车回家经过中研院时 正好里面发生火警 火事延烧中研院 号底案就像这把火 让学术环境安宁消失 搞得乌烟瘴气 TVB的新闻 随众群彩微台北报道